哈喽,摩羯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a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现状和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能量它是永恒时序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遇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双生金星之外 你也不需要局限任何星座或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的标题或其他星座的影片 我相信呢,里面都会有适合你的讯息在等着你去挖掘好吗 那不管呢,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帮我的影片按一个喜欢,分享给你的朋友或收看我的广告 或用超级感谢来支持我,都是帮助频道继续成长经营下去的方式 那呢,今天一样会有这个平台最新的更新消息 也会有全球生日派对的这些内容,还有这个十六星座的开场讯息 首先就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我或跟我有更近距离的互动 会非常推荐你来追踪我IG,收听我的广播跟订阅我的电子报 如果你想要询问有关于一对一天使传讯心灵咨询服务 或者是订供大天使能量蜡烛 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都有详细的说明跟连结,好吗 好,那呢,这一次呢,我们的全球生日派对线上直播抽奖活动呢 这个时间已经定出来了 也就是在台湾台北当地时间9月30号晚上9点 那如果呢,你是跟我一样在这个北美加拿大温哥华时区的朋友们 是早上6点,我想跟6点会进庄吧 好,那其他的地区的朋友们就要麻烦你们自行去换算这个时差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全球生日派对 那这一次呢,在全球生日派对呢,我也会公布一个惊喜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想第一手了解这些消息的朋友们 非常欢迎你来参加我的这个直播 那详细的内容,我就会在直播的这个内容过程当中呢 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我们就准备直接进入摩羯座这一次的开场讯息 首先呢,摩羯座的朋友们 在这两周,我会特别提醒你 你可以去配戴这个紫色的水晶 因为我感觉呢,在这两周呢 你需要有很强的专注力 OK,我觉得你好像要完成一件什么事情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好像需要有很强专注力 紫色也可以,蓝色水晶也可以 这两个,我甚至觉得你可以替换 也都没有关系 就是你要保持高度专注力 在这一两周的时候 这个特别适合你 OK,来 那第二个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会觉得呢 你可能会开始发现 你自己的气场越来越稳定 这个稳定呢 不是说什么 毫无血色 是鲁鲁不动 那种无聊的稳定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稳定是 你可以接受 哇,好多事情 在你的身边这样转啊转啊转啊转 但是呢 你呢,内在是很平静的 好像来什么 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持续维持你这个气势 然后呢 可能我觉得那个蓝色水晶 跟紫色水晶 可能也会帮你在这个状况当中 能够更保持你自己的专注力 然后解决事情会更有效率 好吧,来 那第三个呢 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开场讯息是 这两周你可能会特别爱吃白饭 不是糙米饭 是白饭 OK 那有一部分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我觉得你会突然 莫名其妙开始吃素 但这个吃素不是说什么 因为我要怎么样 我要开始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 你会突然发现说 你的菜盘里面 怎么突然没有肉了 顶多可能是海鲜 就比如说虾啊 鱼啊之类 你会开始觉得说 你对于这种红肉的这个欲望 好像稍微有点减少 没有关系的 身体的需求它是会变动的 只要我们都是健康饮食的这个状况 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好吧 OK 好 那这个呢 就是要给你们的开场讯息 我们就直接来进入摩羯座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这个双周能量度式排卡解读 如果呢 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我们在讲解这个排卡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 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据细迷移 去形容到每个人的状况跟细节 但我会尽可能去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不是一个单独 只靠排意或排阵来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对于这个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转化为文字 身为一个传讯者 让你能够了解这其中的状况 如果你觉得我语速过快 影片下方有个齿轮可以调整 如果你觉得声音太小声 请你带上耳机来收听 这两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圣杯期 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世界 是这个圣杯骑士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 那我的影片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好的时间 当然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OK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让我关一下窗户 不然你就会应该到隔壁邻居在聊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等我一下下 给我一点时间 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呈现 好吗 我觉得蛮有趣的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稍微再多一点时间 没有按暂停 没有停止画面 稍微等我一下下 摩羯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个 有一部分是属于很小众的讯息 这两周 你可能要去搞清楚 你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想要的相关状况 人事务目标条件或梦想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在这一两周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我觉得 你不能太凭感觉做事 在这两周 我觉得你可能要理性多一点点 OK 但是你的相关状况人事务 是跟感性是有这种很 情感上面的这种 怎么说呢 情感上面的这种 拉扯吧 这样说 好来 我自己解释给你听 好不好 你这两周的这个调整排卡是 圣杯7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跟你做一个解释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圣杯9 还有这个战车排卡 跟这个保金额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过去的这个状况当中 我觉得你在 各个方面吧 其实说实在顺风顺水也好 或者是没有什么太大高低起伏 日子照常过 类似像这样一个感觉 那也是因为日子照常过的一个状况当中 你不知道日子接下来要怎么过 我这样讲你懂不懂 每天都去上班打卡 上班打卡 类似像这样子 过得还不错啊 生活小确信都有啊 朋友也在啊 家人也在啊 爱人也在啊 然后呢 所以我感觉 你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会觉得说 然后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或者是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目前是这样 然后呢 类似像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开始在思考 这个然后呢 因为你去想嘛 家人也好 这个工作也不错 各方面都合宜 或者是比如说 当然偶尔会有些小毛线头 出来搞我们一下 弄我们一下 但都无伤大雅 但是在这个无伤大雅 顺风顺水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会去思考 那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因为这个战车牌卡呢 是没有启动的 这个宝剑二在这边呢 也是没有下任何决定的 可是你目前状况 是在这个圣杯酒 就会让我有一个感觉是 呃 我就坐在这里等啊 我在坐在这里看啊 目前这样子还蛮舒服的啊 那我也不知道 下一步要怎么走 那不过你就先坐在这里好了 类似像这样一个感觉 那来到现阶段的这个能量场了 你抽到的是鱼人卡牌 然后呢 还有这个宝剑女王 跟这个琴碧果 这三张牌卡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认为 你虽然说坐在这边啊 还不错啊 好像还可以啊 但我感觉你好像是有点想要 有一个突破的 OK 那你想要的这个突破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好像会让你有一种 呃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呢 好像让你 除非你做出一个很果断决绝的 这个选择 或者是改变 我突破好了 那我个人才会觉得说 这个新的开始 或者是新的希望 或新的契机 或新的什么相关状况人数 它才有可能会推进 或者是有可能会出现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因为这个前币国王的出现 让我有一种感受是 嗯 现在跟你交手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呢 假设你是有一个对手的 然后对象的 或交手的那个人 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人其实是 想要走长期的 这个人呢 是想要跟你很真诚的 这个人呢 也没有在跟你打马虎眼的 但是这个人呢 不太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OK 所以我感觉呢 虽然这个状况当中 大家都还不错 但是如果假设 你有一个交手的状况的人 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话 必须要说开来 因为呢 在目前 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圣杯器 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以让这些 看似好像美好的前景 或者是在这么众多的选项里面 你要能够拨开云路见 今天想清楚 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某部分的摩羯座的朋友们 你可能要在这两个礼拜 去稍微厘清一下 我不是说什么 你人生接下来 哪一条大路 你一定要走 我的意思是说 可能现阶段 这个阶段来讲吧 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特别是 如果你现在有在交手 一个相关状况人数的话 你可能要特别去跟这个人 说清楚讲明白 因为这个人呢 我感觉哦 他有一些话还没有说很清楚 除非你能够把这个宝剑拿出来用 OK 那这个宝剑2加宝剑 女王放在一起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不去 拨开这个迷雾 你不去把这些东西 讲清楚 说明白的话 这个宝剑2加宝剑 女王会变成保鲜3的 但是因为由于现在好处是 它是分开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还有所选择 你还可以去 有机会去 拨开盈遇见今天 或跟这个人讲清楚 或是让你的生活 有一个开创新的契机 因为这个宝剑 也跟这个鱼人牌卡 搭在一起 有一种开创新的这种契机 所以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这个是一个圣碑国王 还有圣碑5 然后还有这个是 钱币3 好开心哦 这几张牌卡 给我有一种感觉 有点像说 这个钱币国王啊 其实它是满满的情绪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说 你很奇怪 你这两周都保持得很清醒 但是里面有很多情感夹杂 意思就是说 如果假设 你现在各方面都很满足 对于你生活方方面面 都很满足 那我觉得说 其实也还好啦 你也不用太紧张 但如果假设 你有交手这个相关状况人数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要让你 跟这个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 或条件或目标 都要卸下心房 打开这个天窗 说量化的一个感觉 让这个情感能够出来 而不是说 这个还说不清楚 那个也看不清楚 然后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到底在干嘛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这几个感觉有点像是说 你看这个国王 他是拿着这个圣杯 这两个圣杯也是站起来的 其实这个圣杯 加这两个圣杯 就是三个圣杯 也就是等于是 这个倒下的这三个圣杯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们说 你不要一直去看 这些状况 好像一直都这样 停停走走 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进步 我跟这个人呢 好像也就是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夏文 到底下一步要去哪里 OK 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呢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当这个圣杯期 这个迷雾被剥开之后 如果假设 你愿意跟这个人 开诚布公 我不知道你们要 开诚布公什么 但我感觉你们 就是好像要聊聊 如果你们愿意 彼此去聊聊 而不是带着这种宝剑 跟这个前臂国王 这种很硬生生 但是也什么话 也说不出来 但是很认真 我知道你很认真 但你要说点话 类似像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当这个圣杯国王 带着这个圣杯 来跟你谈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 你背后 你想要的这个结盟也好 条件也好 或者是状况也好 这个就是你的需求 所以当这个圣杯国王 跟这个圣杯二 加在一起圣杯三十 加上这个圣杯七 这个圣杯七就会离开了 但是七加三等于圣杯十 你们才会彼此来到一个 情感上面更加满足 或者是我们能够 更加有所提升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合作 它才有可能被驱动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这个前臂三是一个驱动 它开始有进展了 它开始往上堆叠了 所以我感觉 如果在这边 有一个交手的 相关状况人数的话呢 你觉得这个状态 是有点停滞的 你自己也觉得 好像看似表面还不错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突破点 你想要有一个更加增长 或有所进步 或者是能够让这个状态 有所提升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去 成为这个宝剑女王 突破这个圣杯七 然后让这个 前臂国王的面具卸下 走到这个圣杯国王 然后你们两个 才可以共同去详谈 达成这个前臂三 能够合作过 你想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在未来 你目前可能看不到 会迎来的事件 是这个圣杯骑士 这个圣杯骑士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呢 说实在的 这个呢 就算你不动 老天爷都会送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牌给我有个感觉 老天爷会送来一个东西 迫使你们两个一起动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并不是很确定 这个东西是什么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是 如果假设这个东西推不动 要么有新的人事物条件进来了 要么就是这个人 他改变了 透过你这一次的这个调整 跟整合作 为了要合作 所以他得不断地 递出他的圣杯 你也得不断地 递出你的圣杯 这是两两互相往来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 宇宙验证牌卡 有什么额外的讯息 可以来做一个补充 好吗 好 我们再来抽 一张 好 来 OK 你看你又抽到前屁股 我就跟你讲 这个人啊 很像一个牛 很固执 OK 好 来 来吧 我们来看你抽到什么样的东东 OK 来 这张牌卡叫judgment OK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会告诉你 是时候啊 你要从这个棺材里面 爬出来 这个东西啊 它不能再拖了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拿这张牌卡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喉咙很不舒服 我总是就卡住 好像没有 也想讲什么 讲不出来 我觉得你们两个 要有一种更真诚的交流 这个就是 有点像是把面具脱掉 更真诚的交流 这是一个时候 要去 彼此能够好好地 去谈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去看啊 这个 吊人牌卡呢 它是有一个人 倒水给他喝的 你去想啊 他正在上面这么可怜 都没有人倒水给他喝 那不就渴死啊 所以我刚才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圣杯国王很重要 为什么你们要两个彼此 在递这个水杯很重要 因为如果假设 你们都没有去替对方着想 或者是你不去把你的想法 讲出来给对方知道的话 那没有人知道 你现在口渴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怎么不能看着对方说 你现在看不出来 我在想什么吗 对方怎么会知道呢 你也告诉他 你可不可以帮我倒杯水吗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感觉 你们彼此之间 有一个东西 需要打掉重链 这个打掉重链 大家不用太担心 可能是你们沟通的方式 或者是谈条件的方式 或相处的模式 对很简单而已 塔牌不是一个很可怕的牌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就很紧张 但是你看哦 这边呢 这张这个钱壁国王 其实我告诉你啊 这个如果假设 你真的在交手一个钱壁国王 我个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蛮长青的潜力骨的 而且他是愿意哦 一步一步跟你耕耘 或慢慢调整他自己的状态 原因是因为 这一条牛呢 象征的是一个决心 象征的是一个忠贞 象征的是我愿意 为了这件事情去挑战 就像一个逗牛一样 所以呢 你去看哦 他呢 是愿意去这么做的一件 去做这么一件事情 而不是 为了你去做这么一件事情的人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哦 他是会变比较柔软一点点的 而且这件事情 如果假设你们愿意去 开诚播放去聊的话 我感觉这个东西 是会有一个转机在那里的 OK 那这个牛呢 我个人会觉得 当然这个人 可能他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是我觉得还不至于固执到 就是说完全听不进去别人 其实他会有一种 我觉得你在跟这个人谈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种就是哦 嗯 好吧 哦 我试看看好了 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得到 但应该可以吧 好 那我们这个条件呢 嗯 我觉得我想一想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人是会考虑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状况 目前有点停滞 走走停停 或并不是有什么 向上有一种比较深度的发展 我觉得你不妨去试看看 好吧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抽一张精灵的牌卡 等一下呢 我们会来抽一张这个 独角兽的牌卡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牌子这样咻跳出来的 很特别的 来 这张牌卡叫做 呃 女儿 OK 我个人觉得 这边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讯息 就是你现在 如果假设 你是在感情对象里面的话 你这一个对象 他可能是有一个小孩的 OK 这个小孩很明显 性别就是一个女的 OK 这个东西可能会变成是 你们两个要去详谈的东西 这个是非常非常小 这种讯息 不管这个人 这个人有可能啊 是比如说 他是单亲的妈妈 单亲的爸爸 类似像这样 他有一个女儿 是你们之间应该要共同去 谈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要开诚布公的去谈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重要因素 OK 第二个 我感觉这张牌卡 如果以大众的能量来讲的话 我个人会觉得说 你要去想 你要能够开心快乐 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让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去看到你最纯真 最单纯的那一面 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个 这件事情啊 他才有可能会因为 你们彼此的这种表达 跟这种情绪上面的改变 而开始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转动 或有一个更好的合作机会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你们倒是要去思考一下 你们自己的这个 目前遇到的这个状况 好吗 然后呢 这边他们叫我额外补充一个讯息 好吗 摩羯座的朋友们 如果假设 你现在遇到这个对象 他是有带着一个女儿的 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是单亲的 妈妈 或单亲的爸爸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啊 他自己呢 心里其实 嗯 我怎么跟你形容 他这个内在的这个感受呢 他会 不好意思 给我一点 时间去形容这个东西 他会很 我觉得他会很感激 你跟他谈这件事情 然后他也会看到 你愿意去付出的部分 但是他也会有 他要去斟酌的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为什么你们之间 很需要沟通 OK 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 各自彼此都有一个 makeup在那边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要被点开 大家才能够释放 才不会好像心里 有一个疙瘩 然后呢 还有一个部分是 如果假设这个人 是带着一个女儿 他有一个单亲 单亲的爸爸 或妈妈的话呢 我也觉得这个人的 想法是 他其实也很在乎你 他也想要把你留在身边 可是其实 他知道 他其实 没什么好说的 你懂我意思吗 感觉这个决定权 是留在你的手中的 OK 可是他是愿意 跟你分享他的生活的 他是愿意去投资 在这段感情的 他是愿意能够 尽可能去做到最好的 这是 我觉得这两张牌卡 同时出现 给我一个很强大的能量 希望我去表白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个女儿 可能会变成是说 不是说这个女儿 变成你们障碍 他们说不是这个意思 请千万不要误会 而是说这个 可能是你们要去讨论的重点 来 最后我们要来抽一张 这个独角兽的牌卡 来 这张牌卡叫做Share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们彼此之间 要能够去分享 你们想要什么 不要什么 条件是什么 要怎么样合作 这些都是要你们 开诚不公去谈这件事 这个只是重复在验证 我们刚刚所讲的 这些东西而已 如果假设 你要这件事情推动 你不告诉你的想法 我怎么知道 我要投资多少钱 你不告诉我怎么做 我怎么知道 怎么样配合你的时间 类似像这样一个感觉 好吗 所以呢 我觉得以上 这个就是我要给摩羯 做这一次的 双中的恋意识牌卡截图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好吗 那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当然也欢迎 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做回复 那请记得 一年一度的 全球生日派对的 这个直播抽奖活动 在这个台湾台北当地时间 9月30号晚上9点见 好吧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